大家好,我们都知道中共是魔鬼组织,这个已经一百多年的邪恶政党,高喊过无数漂亮的口号,比如伟大光荣正确,比如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美国式的国家,比如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比如至今还在叫喊的为人民服务。 但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中共最邪恶、最具有破坏性的口号有两条,一个就是他们从马克思的著作里复制过来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另一个就是王沪宁给习近平量身打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理解这两句口号的巨大破坏性,需要我们从自身挥之不去的乌托邦情节说起。 是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乌托邦的梦想,而人的一生,有两次机会抵达乌托邦理想国。 第一次是从胚胎到成为一个有形有灵的活人,安逸地住在母亲的子宫里。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子宫时代就是他的黄金时代,父母无条件承担着抚养的责任。 这个世界的风暴暂时不能伤害我们。 一个人可以在他的黄金时代尽情享受由父母提供的乌托邦美好生活。 第二次理想国则是一个人死去之后,我们的身体没有了,财产只能交给别人,对这个世界的牵挂也因此归于平静。 当一个人不再顾念他的财产,当一个人不再迎风哭泣,当一个人因为他的信心被上帝提到天国, 他终于可以理解乌托邦的意义。 这样的辩析有价值,对于一个有灵的活人而言,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就是理想国。 如此,我们终于理解,凡是在中间地带、出生和死亡之间。 凡是在过程意义上,构建乌托邦理想国的人们都是骗子。 这个世界上,全部的人道主义大灾难都是乌托邦思想带来的。 这种判断应该成为一个人的直觉判断力。 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比如孔子的大同社会,比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比如罗尔斯的叠加共识与公平及正义想象。 当我们第一次看见他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乌托邦的陷阱,是大灾难的兴起。 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乌托邦骗子,欧美社会的骗子和疯子,和中国社会一样多,某种意义上甚至更多更具有欺骗性。 如果一个人拥有对乌托邦的直觉判断力,他就有可能走进真正的人生,理解这个悲惨世界,从而进入审美的生活,并展开信仰的跳跃。 一个人掌握这种对乌托邦的直觉的警惕的智慧,可以确保在他任何一个领域都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智慧有行动能力的人。 所有的现代音乐,在巴赫的平均率面前,都是插科打混。 向巴赫致敬。 一个人要回到古典主义。 这是一个人的审美方向,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热爱那些与身体刺激有关的艺术,当一种新鲜的音乐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摇摆。 我们认为这是好音乐。 然而,等我们慢慢进入沉思,我发现真正好的音乐就像一款精密而高贵的手表,像宇宙秩序一样有条不紊,像阳光照耀大地一样明亮。 我们的心中,知道这是美好的音乐,我们侧耳倾听,但却同时进入静默。 心中有大忧伤略过,身体却一动不动,任凭灵魂的潮水,从身体上漫过。 法治的水平,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民情秩序,对人性的绝对怀疑。 人性具有鲜艳的不确定性和优暗性,必须要用一套制度来约束人性,这就是对乌托邦的直觉判断力,是宪政法治的基本逻辑。 儒家以文化人,都是道德教训,缺乏怀疑人的尺度和能力。 这种情况下,法治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只能靠树立一些道德模范人物来规范人。 可是,人不过是人,人间根本就没有所谓道德模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过去所听到与看到的任何时代的榜样与典型人物,都是一些虚假的道德偶像。 他们站立在我们的世界里,不是为了教育我们做好人,而是要奴役我们,做他们的可以予取予夺的螺丝钉。 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但人不是物,人是有灵魂的人,有尊严和权利的人。 如果人是物,人就失去了心灵的尺度。 如此,我们这一生,的确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大大方方去做。 奥古斯丁说,永远不要责怪事物,应该责备的是人。 第一次读到奥古斯丁这句话,我的心智有一种本质的飞跃,我愚蠢的思考仿佛生出了翅膀。 我是说我终于看见我的乌托邦的愚蠢。 所以我对自己说,要学习把事物和人细分之后思考。 给一条狗加一条黄金的链子,那是土豪的虚荣。 但给一个人加一条链子,那是奴役。 砍断一棵草,叫修剪,砍杀一个人,叫犯罪。 人性坏到极致,所有的事物都被弄脏了。 不是事物肮脏,是人败坏了这原本美丽的世界。 有人在的地方,永远不会有乌托邦理想国。 如果人类有一天真的移民火星, 那么火星也要被人类污染,变成人间地狱。 理解这一点,我彻底告别乌托邦理想国的观念习惯, 从此学习在悲剧中诞生,在悲剧中始至不渝,勇往直前,世界就是修道愿。 劳动就是祷告。 天主教的教皇制度,区域大主教任命制度,丰盛制度,都是错的,都抬高了人的权柄, 健阅了上帝的权柄。 新教体系的长老制和牧师制,也有问题。 很多牧师在台上站久了,就成了领袖。 人性的幽暗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就必须怀疑。 也就是说,即使在基督教观念秩序的氛围之下, 人类的乌托邦想象,也会节节高涨。 教会本应该是罪人反思与忏悔的场所,但随着时间的流变,我们惊讶地发现, 所有具有破坏张力的乌托邦图景,事实上都是从教会里面释放出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当牧师其实是很危险的工作, 因为一个人总是站在讲台上,时间长了,不免生起一种真理在握,启蒙他人的先生意识。 而一旦先生意识加增,人就会为我独尊,并且要求其他人言听计从, 这导致了自由选择的丧失。 事实也是如此,比如现在天主教的教皇的言行, 简直就像一名当代犹大,难道他真的不能看见自己的错误吗? 可能是绝碎意识导致他不愿意查考自己的内心吧? 相比之下,那些没有做牧师,但一生都思考上帝话语的思想者们, 似乎更加表现为一个人热爱真理的开放式纠错的勇气。 比如帕斯卡尔,比如科尔凯郭尔。 他们的思想的深度和他们的人生的合一度, 常常让我这样的肤浅之人,自愧不如。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牧师的工作不重要, 恰恰相反,牧师的工作重要极了。 所以,我愿我的那些做了牧师的朋友,不要因为讲台上的位置, 就误以为自己已经是先生, 更不要把自由意志牢牢抓在自己的一个人的手上。 我这样表述,事实上是想陈述一个现象, 很多教会慢慢变成了小型的乌托邦理想国。 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教会是罪人的原地, 一个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不可能心甘情愿走进教会。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以归正为旗帜的教会都有可能变成乌托邦。 所以我建议,人们应该称自己的教会为认罪教会,或者是纠错教会。 否则我们会慢慢掉进愚蠢的正能量思维方式之中, 而所有的正能量思维方式就是乌托邦理想国方式。 为了抵抗无所不在的乌托邦, 让我们每天练习深刻怀疑自己吧。 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工作了。 施笔受好 这句话其实是对人性的幽暗秩序的怀疑。 一个人做好事,比如让座,给乞丐钱等等行为, 是做给自己的内心看。 如果有信仰,是做给上帝看。 做好事时,我们的内心已经收获到了一种温柔,一种爱的意义。 如果在意别人的回报, 则爱的意义被抵消了, 人反而陷入怨恨的困境之中。 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大致就能理解康德内心的道德律。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施舍的问题真正想清楚了, 我们就能理解悲惨世界的基本逻辑。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败坏的世界, 在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世界, 如果我们没有理解势比受好的基本智慧, 或者说,如果我们没有深刻怀疑自己的张力, 我们可能遭遇更加悲伤的人性灾难。 我们满心欢喜地去爱, 却遭遇他人的背叛与重伤。 于是我们放弃了爱的心思, 开始与这个悲惨世界一起堕落。 源于人性的短视与无知, 一个人通常都陷在完全的错误中, 人和人之间唯一的区别, 不在于是否有错误, 而在于是否具备一定程度的纠错能力。 一个人, 一个家庭, 一个社群, 一个国家, 只要不具备基本的纠错能力, 基本可以断定, 这里的人, 已经在事实的层面, 接近毁灭了。 所谓地域, 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马斯洛, Abraham, Harold, Mossel的所谓需求层级理论, 其实不是一个层级结构, 而是一个整权的结构, 是一个微博式的三一模式。 如果无法理解这种整权的综合判断, 人的思考就是单向度冒进, 把一个局部的问题理解为真理。 比如苍领时而知礼节, 依时足而知荣辱。 这样的中文老格言, 经不起推敲。 苍领, 衣食, 属于人的口腹皮肉之欲, 礼节, 荣辱, 属于人的内心建设。 从外在的满足, 感到内心的道德律, 之间并无逻辑上升关系, 而是人的不同需求, 和不同的存在层次。 真实的人性局面, 比这种单向度的因果思考, 要复杂太多。 人们看得到, 从管仲到司马迁, 再到今天, 九族贩饱之徒耍流氓的事情多了去了, 但人们却认同这句肤浅格言。 原因在于, 中国人从来不思考人性的复杂性, 只看表面的光鲜。 我无比重视耶利米哀歌的阅读体验, 我们现在所遭遇的苦难, 和我们每个人的人性优暗性, 和每个人在历史上, 或者在此时此刻所犯下的罪恶, 是完全对称的。 耶利米面对无法承受的苦难, 没有过多诅咒和仇恨自己的敌人, 而是反复强调, 犹太人全然背逆, 恶贯满盈, 上帝因此兴起强大的敌人来践踏犹太人。 耶利米的思考提醒我们, 当我意识到我身处苦难和毁灭之中, 我的真实的思想, 应该不是仇恨与报复, 而是悔改。 与此同时, 我还意识到, 耶利米的眼泪直面当下, 没有任何此时此刻的乌托邦观念习惯, 他真的是一个先知, 一个在悲惨世界, 拥有大智慧的智者。 感谢观看